我會花二三十分鐘的時間 幫你做一份錄音的筆錄 這個筆錄呢就是說我必須 幫你找出一些線索 那針對你提供的線索 我會去幫你查這個事情 了解 因為我們要找到 你信息外界的源頭在哪裡 這樣子才有辦法避免說 你的身份信息 第二次的被人家拿去重複利用了 好的好的 欸大哥我問你一下喔 你做這行做多久了 我目前從事這個警察 從我民警到現在警警的話 是已經15年的時間了 喔沒有我不是問你這個啦 我是問你你打電話騙人家的錢多久了 因為我是 你們你們你們做這行做多久了 這種這種詐騙案的東西做多久了 詐騙案 你不要你不要掛電話啊 那怎麼莫名其妙 因為因為我剛才在我家 我駕車駕很久了 我在 哈哈哈哈 我就跟你們一起玩喔 繼續玩 哈哈哈哈 不要掛電話 欸過講一下你做多久了 哈哈哈哈 欸不要掛電話咧 不要掛電話咧 好玩 這先生啊 同志啊 嗯 你說我做這行做多久了 哈哈 你覺得呢 欸你們你們你們講真的 你們這樣有騙得到人嗎 有騙得到啦 因為因為真的你們會花這樣多時間來講這些東西 你們一定會有騙得到人嗎 對吧 嗯 其實真的我要不這樣子吧 既然說大家都已經坦白了 對啦 那我問你喔 你覺得我這前面這樣講還是很專業嗎 真的很專業欸 如果我不懂啊 我一定會被你們騙的 真的 只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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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只是你們 我只是你們我跟你們講一個東西 你們 呃 家家有本 家家有本難言的句話 對沒有 可是你們有一個破綻 你懂嗎 我跟你講什麼破綻 因為我就我就給你們我的假的名字嘛 然後我就給你假的那個 我的假的那個IC number 然後你的之前那個同事就說 欸對對對對對 就是這個號碼 就是這個名字 然後你們就破 就路線了咯 懂我意思嗎 所以可能要要改進一點 做專業一點 沒辦法喔 因為說呢 我們也沒有你的這個 相關的材料 所以說呢 這個前頭 因為前頭都是這種 比較快的 你懂我的意思嗎 對對對對對 要跟他們講一下 應該聽得出來喔 這個語氣應該聽得出來喔 前頭跟你講話的 都是比較快的 都蠻踩的 哈哈哈哈 對 是是是 沒事 我跟你說嘛 嗯 做對行也不是 也不是說 哦 哎 家家有本難念的心啊 我只能這樣子講啊 對啦 你們加油啦 你們加油啊 嗯 那 現在也祝你順心喔 OK 好 你 take care 你跟他們講 我這個電話標 這個電話標在打來了 因為每次 我都接過很多通了 我這樣跟你講 因為這個電話呢 也不是我們能夠決定的 哦 這個是隨機的 所以說我們也沒辦法決定說 波波打到誰了 了解了解 好 沒事沒事 OK 好 你 take care 拜拜 一樣一樣 拜拜 騙多一點人啊 拜拜 謝謝 拜拜